一个人在家 总拍新年照 首先选一面白墙做背景 用自拍杆定时拍摄 一手拿红包 然后一手向上扔红包 把对领的一边挂着手机的后置镜头 然后打开0.5倍广角 拍出来就有拉性的效果 还可以把红包的底部剪开 套在镜头前 透过红包拍就很像一幅画 全非了没 当你想和车拍大片时 结果拍出来动作僵硬 全是废片 随着这几个和车拍摄的技巧 轻松拍出大片感 这里是广州车展腾饰展台 核心筒的空间设计 环保性硬纹材质 各种弧形元素 可以说是今年车展最有豪华调性 最适合拍大片的展台了 拍到时人可以趴在车窗外 手振的头拍 有没有大女主的感觉了 不行啊 颜色的冷酷一点 我们前面挡住玻璃给你拍 横过来拍两张拼在一起 哇 你看那车的颜色好好看 有眼光啊 这个是手指亮相国际车展的 腾饰第九DMI仓机会版本 那可以给我拍出不同的感觉不 行啊 那你靠近我 然后我低角度 你把裙子甩起来我抓拍 哇 这车内的空间也太大了吧 是啊 你一米八的大众都也放得下 你假装下车的感觉 哎 有银先弯了 然后打开后备箱 能坐在车的一侧 手扶着车框排 这次车展 腾饰不仅展出了三台DMI 还有两台完全开放体验的EV车型 无论是商务或者家用 这款新豪华MTV价值标杆 都是不能错过的选择 后来腾饰展台打卡吧 当你精心准备了录音活动 小朋友在那边记录一下 你以为的 真伪反到的 实际上 全是废片 今天就教大家 录音怎么会做氛围感 太阳刚落山的时候 天空的颜色拍出来特别有氛围 把人放在画面下两格 推往斜肩风声更显腿长 天黑后 可以摆一些录音灯点出画面 你这样脸有点黑 脸朝着灯给脸补光拍 你只要登转前面来 拍那种灵魂光芒的效果 可是这样背光脸不会比较吗 不会的 我打开Vivo S6 Pro的远走牛环给你拍 你看看拍出来一点也不黑吧 哇 这光点好自然啊 一点也不显得牛 是啊 以前出门拍夜景要带一堆浦光设备 这次就只带了一台Vivo S6 Pro 楼光照亮暗部的细节 还原日光下真实的辐射 比普通闪光灯拍出来更自然 而且前置的双肘光灯也升级了 拍出来皮肤细腻通透 无关也更加地铁 想拍出真实的互动感 可以拿桌上的零食 或者直接饮料和镜头干杯 不换不同的角度抓拍 捕捉每一刻瞬间 吃连饭总拍 做了一桌菜想拍合照 但这样拍真的太尴尬了 在上菜时抓拍 盘子向下倾斜拆个明线 或者抓拍假菜的一瞬间 家里很乱 就放大一点拍 再留住空位 披个贴纸 超有年味 想偷出一道菜 只会怼近拍 太普通 用其他菜再四周做点缀 主角放在中间拍 这样拍碰杯照 辛苦半天做的菜都看不清 正面拍到桌上的菜 再碰杯 年味慢慢 祝大家兔年快乐 当你想拍烟花照 你以为的 美若天千 实际上 头和黑夜融为一体 古的看不清 今天教大家新年烟花照怎么拍 首先降低角度 用头挡住路灯 就有发射光了 再把烟花地上镜头给连补光拍 拍的人还可以拿一根新女棒放在镜头前 美女在哪根新女棒放在脸前面 或者举起来 拍出来就更有氛围 可是烟花拍出来好婆婆啊 没事 我点击屏幕里的烟花对焦 然后下拉小太阳降低曝光 烟花就清晰了 如果还是拍翻车了 你别慌 用这个国风AI模板 不用输一堆关键词 随便选择刚刚拍的照片放进去 一键就能拥有绝对新年国风 烟花黄热和新年 最爱的人 学费了没 在雪地拍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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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对焦背景与虚化人物 再跑向镜头抓拍 最后拍一张大景 实际就有电影感 还可以低角度以天空为背景仰拍 放大2倍焦距避开多余的元素 或者放大到3.5倍拍人会更加突出 现在太阳下山后拍人后后面的幕式特别好看 可是现在光都没有 外面的门好看嘛 光线不好 我们可以打开RAW热格式 保留的信息数据更多 后期处理的空间也更大 认识没 行程节收到花 不会还在这样拍吧 今天教的收到花总还是氛围感 画画放在右下角 手机打开自拍放在左上角 对近拍男人脸都很大 帅哥站在前面拍半张脸 美女往后站比爱心 帅哥把花放胸口 放大不拍脸 放在右下角也不画 美女蹲下来 可能没有错位比爱心 帅哥把花花藏心后 拍出浪漫故事感 赶紧让你男朋友来学 你先往后退 距离我差不多5米的位置 好 OK 然后再切到3倍 3倍 然后你等而靠近我的同时 把焦距缩到一倍 重点就是我的人物的大小不要变 好 缩小的同时 保持人物大小不变 前一节收到花小拍照 结果拍出来像露营甲 毫无氛围 前一节的要拿花总拍 周围人太多 用花挡住人群 秒给的氛围感人欢合影 抽两只花起来 放在镜头前 形成高地错落的样子 就有自生花的感觉 想抱着花拍 结果脸比花还大 侧身用花挡住身体 撩头发看镜头 这个动作真的显瘦 如果不想露脸的话 就把花放在胸前 放大指拍到半张脸口花 超有氛围 学会了没 合罪向约会想拍照 结果黑的看不清 毫无氛围 今天将对氛围感情绪照怎么拍 没人帮忙拍 就把手机靠在酒杯上 脑子垫着手机就不会倒 然后两个人在面对面碰个杯 人和食物各占一半 男生摟着美女的腰 不露脸切贴也很有氛围 男生记录远好时刻 美女对镜头比爱心 互拍做拼图去操天 再把灯关掉 整个烛光拍就特别有氛围 黑气气的拍得清吗 有三星S23outro夜外神器在 你就放心吧 即使光景这么暗 手机取景框内的人物也很清晰 我随时一拍都很有氛围 如果没有拍好也别慌 我们还可以后期二次财图 你已经想花海 炸了屁股 来都来了 到处的角度也能没出花海的感觉 像这种只有几根花的 你要靠近它 我再放大到只有这种花的 就好看了 这花太矮了 我蹲下来你俯拍然后放大 好可以了 现在头型的好大呀 你头往后打 对然后回头看我 哎你小一些了 你别站花前面 本来就没几个都被你打完了 你站到后面去 然后我靠近这个花 切到人像模式 可以向你聚焦 哎好看 学飞没 旋转飞机拍照真的太有氛围了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几点 就很容易拍翻车 首先没人要坐在最外面 拍的人坐在侧后方 才是最佳机尾 制备启动后 打开视频模式录制 点右下角的白点 就可以边录视频边配照啦 拍完直接用这款剧镜调色 终于感轻松了 周末出来玩想要画拍照 主打人山人海 来都来了 四个技巧就能拍出花海大片 偷面的花好好笑都看不清 那你离我近一点 手机贴近花 这样拍画明显人也好看 后面人多的话 你就降低角度 用花和我的身体把它们都挡住 我走到花子里面 你切换到人像模式 这样就可以拍出我 作为全是花的感觉 剪一片地上的花瓣 把它放在镜头前 就有朦胧虚化的效果 突然说了吗 还有一个 makeup